花蓮县刑警大队18号晚间在检察官的指挥下 一局攻破为在花蓮市中原路上一处枪弹改造厂 并在屋内查获毒品以及吸食器等证物 带回了陈姓通气犯等4人 全案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以及毒品危害仿制条例等罪嫌移送花蓮地检署偵办 花蓮县警局日前截获线报指称 为在花蓮市中原路上一处铁皮夹盖屋内 有通气犯引申非法改造枪弹 以及有在屋内吸食毒品 贩卖毒品等行为 刑警大队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进行更肩埋伏 18号晚间眼看时机成熟 就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一举攻破 诚信的通气犯从铁皮屋要外出之际 攻坚进入铁皮屋逮捕诚信通气犯 现场查获改造手枪一把 弹夹两个子弹四发 空气长枪两把 弓改造枪械工具半成品一批 毒品二级安非他命有3.13公克 另外在住处内也查获毒品吸食器 及持有毒品的真性脏性成性理性等市民犯嫌 全案以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 移送华联地检署侦办 至于改造枪弹零组件来源及是否有其他部法枪弹外流 则还有带警方审入调查 记者 徐立琴 怀连事报导 记者 徐立琴